18个小孩一间房 家里本来有5个小孩 再加上前女友生的10个小孩 大壮为了凑齐18罗汉 连夜加班又跟老婆造了3个小孩 一事无成的大壮 只管生产不管售后 只知道安排上下铺 随着孩子的年龄成长 孩子们的私人物品也越来越多 家里总是乱糟糟 暴躁的老妈任务可忍决定重新装 一 几圈镀芯方刚做框架 中间再来几根橫树汗些加固 再找二舅妈借点零花钱 买一堆的膨胀盒 把它牢牢的固定在墙面 包上环保铝木板更结实 靠墙的墙面贴上松软的软包 睡觉的时候不碰头 再到二舅妈家搬几个床垫 这里就是8个孩子们睡觉的床 上铺装上护栏 睡觉更踏实 下铺床底做上几个抽屉 孩子们的贴身衣物全收纳 二 床中间用几个木盒做台阶 搭配抽屉做收纳 孩子们的青春小秘密 和那衣裤袜全都放得下 再来一组收纳柜 孩子们喜欢的巴基骨子和手办 就能在这里展示 中间还可以做组大衣柜 上方收纳过季的棉被 下方全坐挂衣区 拿取衣服一目了然 关上玻璃门 每关防灰尘 维合的空间也是衣帽间 孩子们在这换衣服也能保护隐私 三 对面同样的床铺衣柜一样安排上 中间来上一组书架 孩子们海量的学习资料 和课外阅读这里全都放得下 下方就是零食柜 每个小孩都有属于自己的小仓库 搭配书桌就是学习区 摆上电脑就可以在这里学习知识 偶尔兄弟几个也能一起开黑上灯 四 上面延伸做个平台 搭配隔断更两眼 先来一个超大的双人床垫 关系好的哥俩就可以睡在这里 床尾做组大衣柜 好哥俩的衣服必须有单独多的存放位置 装上幻彩星空顶 睡觉的时候就仿佛遨游在银河系中 靠墙来个学习桌 摆上电脑哥俩就能在这里一起进步 无聊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喝茶畅聊人生 装上楼梯上下也很方便 18个孩子的房间这样装 每个孩子都有独立的休息区和学习区 真是小母牛暗门铃 牛逼到家了 最后再来看看整体效果